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一家农产品公司的福拉利发言 科学家可以利用细菌的转基因功能 使植物准确灵活的繁殖后代 每一株植物的DNA都带有100本书籍内存的信息量 包括繁殖基因 味道基因 内液基因 也包括有害的有毒的基因 常规的繁殖产生的过程是随机选择基因的过程 有好的基因 也有有害的基因 但是人为的转基因工程 只是需要选择很少的基因 现时 在美国种植的粟米以及棉花 几乎都带有这种的基因 减少杀虫剂的使用量 每年节省至少5千万美元 但是批评人士就指出 另一个转基因项目为了加强作物的抵抗除草剂的基因 它是增加了除草剂的使用 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他们三位科学家应该获得世界食品奖 I was rather shocked actually 1995年 直论荣获同一个奖项 是因为用自然的手段控制非洲的一种灾难性害虫的蔓延 转基因粮食不是对抗饥饿的最佳途径 I think the cause of the food shortages in some places I have nothing to do or cannot be fixed in GMOs 直论认为 转基因工程只不过是目前 已经证明无效的方略的变种 We need to change the paradigm Because we are running out of fertilizer Fertilizer production produces a lot of CO2 Water is limited will be more limited in the future So again we have to find better solutions 直论表示 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考察转基因食品对健康 环境及社会的影响 反对这种食品的升浪亦迅速扩大 在菲律宾 抗议者拔开了 转基因杜谷实验田的庄价 那些庄价是用来提取维他命A 但是奇耳顿相信 We need it 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in this world And we need to feed them in order to keep them from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与此同时 维晓转基因工程的争论肯定会继续下去 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鸡蛋是早餐和面包的主要材料 美国加州一家公司就声称 创造了一种以蔬菜为基本原料的人组鸡蛋 下面是有关的介绍 对很多人来说 早餐几乎总是离不开蛋 这些蛋是在极涌不堪的笼里面 终生监禁的鸡生的 We look at the food system And we just think it's crazy We think it'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We think it's incredibly brutal to animals And we also think it's incredibly unsafe 特特里克 旧金三 汉普顿 希腊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他说这种集约养殖法 对环境和消费者都有害 因此他不在养殖场 而在实验室里面制造食品 特特里克和他的小组 利用科学创造食品 他们在车间里面生产的产品 具有很多鸡蛋的特质 这只蛋是用豆粉做的 他说可以煎炒 烘焙 也可以用它和水 油 混在一起来做蛋黄醬 就好像真的鸡蛋 特特里克 说他的人造蛋超过常规生产的鸡蛋 价格比普通鸡蛋低百分之二十 成本低 而且不会产生温实气体 也不需要将鸡 好像囚徒一样 关在笼里面 特特里克 说 灵感是他在非洲撒哈拉尔南地区工作七年时得到的 他在那里亲眼看到可持续 可更新的农业方式的必要性 他说这是人类食品的未来 亦万富翁·盖茨接受了特特里克的模式 现在盖茨撥出大笔资金支持新的事业 虽然有些人对实验室生产食品还有怀疑 特特里克说 他的鸡蛋不是用转基因方法生产 人争论了很多年 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我们的新超蛋恐怕不会引起这种争论了吧 记者阿拉巴薩迪的报道